聚會即將開始 請第2選妹可以預備心 各位第2選妹平安 好 如果生理允許的話可以 邀請大家可以從座位上起立 讓我們一起來敬拜我們神 不行 這是耶和華 這是耶和華說的日子 學弟一女當歡呼喜樂 這是耶和華一戰勝秋敵 選地大勝懷福 這是耶和華說的日子 神的恩怡当欢呼喜乐 耶和华已战胜仇敌 战胜仇敌 天地道声欢呼 耶和华是我力量 我心中一切的盼望 耶和华是我的诗歌 又是我的拯救 神之与心中全地 把我小心寻找你听你 高举的声音这一切 我会呈现你 你是我神 耶和华是我力量 我心中一切的盼望 耶和华是我的诗歌 又是我的拯救 神之与心中全地 把我小心宣告的低迷 要取得神的积极 我承认你 我承认你 是我神 耶和华是我心中一切的盼望 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 归给爱我的神 不知道耶和华对你来说是什么呢 是你的诗歌还是你的拯救 还是你的高台还是你的盾牌 对我来说他是保护我的神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这首诗歌 继续来赞美 我承认你 他不能伤我 你月亮也无能害我 他会保护我 脱离一切的爱 他会保护我 叫不坚定 他会保护我 时时刻刻保护我 时刻保护我 如常 如常 现在到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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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在到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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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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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要在这里敬拜祢 祢要见祢的荣耀 让我得见祢的荣耀 祢要见祢的荣耀 看见我要在这里敬拜祢 祢要见祢的荣耀 让我得见祢的荣耀 回忆的心意与祢相恋 我要在这里敬拜祢 祢要见祢的荣耀 接下来有一段时间 让大家可以来跟上帝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可以与祂更加的情景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祢要见祢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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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 荣耀 荣耀同在 荣耀同在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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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见到祢 所以要见祢的荣耀 让我打见祢的容颜 为祢心里取祢想念 我要在这里敬拜祢 要见祢的荣耀 让我打见祢的容颜 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 我要在这里见到祢 帝要见祢的荣耀 祢的荣耀 在这里见到祢的荣耀 祢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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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盾牌 我们的避难所 祢也是时时刻刻保护 我们的神 祢好我们知道祢是慈爱的 祢的慈爱 让我们可以知道 不管怎么样 我们会回到祢的里面 回到祢的海里 祢说 主啊我需要祢 主啊我需要祢 让我得见祢的荣耀 主啊 谢谢祢是这么爱我们的神 祢把我们 呵护在祢的手掌心上 主啊 谢谢祢 谢谢祢 我们这样祷告 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 Amen 我们一来站立 启示会带我们做信仰告白 喂 请大家一来站立 让我们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信仰告白 来告白我们的信仰 我们信上帝 创造统治人与万物的 独一真神 祂是历史与世界的主 施行审判和拯救 祂的儿子从圣灵投胎 由童贞女玛利亚降生为人 成为我们的弟兄 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 借着祂的受苦 钉十字架死复活 彰显了上帝的仁爱与公义 使我们与上帝复合 祂的灵就是圣灵 住在我们中间 赐能力使我们在万民中做见证 直到主再来 我们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 记载祂的救赎 作为我们信仰与生活的准则 我们信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团庆 蒙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 做和解的使者 是普世的且根治于本地 认同所有的住民 通过爱与受苦而成为盼望的记号 我们信能借着上帝的恩典而悔改 罪得赦免以虔诚仁爱与现身的生活 归荣耀于上帝 我们信上帝赐给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苦 使人有份于他的创造 负责任与他一起管理世界 因此能有社会 也有真治及经济的制度 也有文艺科学且有追求真神的心 但是人有罪 勿用这些恩赐 破坏人万物与上帝的关系 所以人当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 他要使人从罪恶中得释放 使受压迫的人得自由平等 在基督里成为新创造的人 使世界成为他的国度 充满公益平安与喜乐 阿们 弟兄姊妹请坐 好 接下来是见证的时间 今天小三姊妹她要来和我们分享 她与她的家人与神相遇的见证 我们欢迎小三姊妹 各位兄弟姊妹平安 很荣幸这是我第二次上台分享见证 而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我妈妈的信仰见证 这也是我跟天父上帝约定的见证 从妈妈开始接触福音的时候 我就有个感动 有个信心 有一天我要为妈妈的信仰做见证 神在妈妈身上动工将近三年的时间 在妈妈人生中最后的两个月 她受喜归主名下 分享前先角色背景一下 介绍一下 我的妈妈六十四岁 是一个虔诚的佛道教徒 她常常到庙宇当志工 煮饭打扫 甚至需要帮忙送金的时候 她也可以带打 这样的人 神是怎么样在她身上动工 接受主耶稣成为她的救主 神又是如何的疼爱妈妈 从她接受福音的开始 一直到回到天家的一切 都有神的保守及满满的恩典 两年多前 在我要受喜结婚以前 106年的10月 妈妈被诊断出大肠癌 必须赶快手术切除肿瘤 手术后 妈妈的精神还不错 看似顺利的手术 没想到几天后 发现不对劲了 原来因为医疗疏失的关系 导致妈妈因为感染 而有许多的并发症 情况越来越糟 甚至要发病为通知 就这样在医院接受治疗 一段很长的时间 感谢神 在妈妈住院期间 高雄荣总祈祷室的兄姐 常常到病房来关怀 并为妈妈祷告 因此种下福音的种子 感谢神 妈妈并不排斥 而且还会跟兄姐们 分享她对基督教的看法 因为妈妈的阿公是基督徒 所以小时候阿公都会带她到教会去 因此妈妈对教会并不陌生 原来我们的神 早在妈妈小的时候 就已撒下福音的种子 当祈祷师姐姐带着妈妈 祷告的时候 她也会跟着兄姐一起讲阿妹 有一天 妈妈精神状况不太好的时候 一位姐姐邀请妈妈做决志祷告 妈妈问决志祷告是什么 那位姐姐说 就是邀请主耶稣进到你的心里面 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 妈妈说 不要啦不要啦 我还没准备好 但可能精神状况不好吧 还是跟着念了 那时候妈妈已经在医院住了快两个月 状况越来越差 我没有信心妈妈是不是能够康复出院 我12月17号要受洗 隔年1月13号要结婚 而妈妈能出院的时间 我看不到 因为假日都要回高雄照顾妈妈 所以洗礼学到班我可能不能上 差一点我不能受洗 而婚事的进度也只停留在拍完婚纱 其他都是零 差一点我的婚事也可能要延期 但是神的恩典就是这么的奇妙 在沮丧没有希望的一天过一天 妈妈居然在12月初出院了 因此我顺利的受洗顺利的结婚 虽然妈妈出院了 但能是持续的发生感染 送急诊住院治疗 就这样医院进进出出持续了两年多 在今年5月的时候 我在医院照顾妈妈 有一天晚上 妈妈说她不知道为什么 她就是感到全身很不舒服 她没有办法睡觉 但是她没有办法形容是怎样的不舒服 当她去上厕所的时候 我莫名有个感动 我站起来对着床祷告 我求主接近病床 求主用保血遮盖妈妈 不受仇敌的迫害 能安然躺下睡觉 并以主耶稣基督的圣明宣告 不知道为什么在祷告的时候 我全身起鸡皮疙瘩 而妈妈回床躺下后 居然也没有再听到她说 任何的不舒服 就这样睡着了 这件事情我放在心里 并没有跟妈妈说 因为信者则信 不信者只会觉得你在怪地乱神 因此我选择不说 之后我回北部工作 两天后 祈祷师姐姐传来讯息 告诉我 妈妈跟她说她想受洗 很不可思议 妈妈主动说她想受洗 妈妈决定受洗后是很期待的 她还传讯息告诉我说 她已经跟医生请好假 她会去教会受洗 受洗当天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礼拜也已经开始了 但我能不见妈妈的踪影 心里很担心她无法顺利受洗 感谢主 在开始洗礼前几分钟 爸爸推着妈妈出现了 看着她消瘦的身躯 忍着病痛完成受洗 感谢神的恩典 在妈妈受洗后她说 她整个感觉她的心情变得很轻松 因为妈妈从来没有上过 与信仰有关的课程 很怕她不懂信仰 而无法全心的依靠神 但感谢神的恩典 赐下天使围绕妈妈 高龙祈祷室的杨姐 每天都会到病床 讲圣经经句给妈妈听 与妈妈分享信仰 帮助她坚定信仰 学习交托依靠神 因此当妈妈疼痛的时候 她都会默道说 阿爸父啊我好痛 快带我回天家去 她常常说她最希望她醒来的时候 就是在耶稣的怀里 这是多么美好的盼望 妈妈最终在八月十七安息祖 妈妈走得很安详 相信她已经在耶稣的怀里 感谢耶稣垂听妈妈的祷告 成就她的愿望 神的恩典 便没有因为妈妈回天家而停止 神能持续保守看顾我们 因为妈妈身边的亲友都是道教徒 她顾虑世俗的眼光 她交代后世要用道教仪式 这让我没有办法理解 甚至与她起了争执 但祈祷式的杨姐说 妈妈的灵魂之后就被上帝带走了 这些仪式只是做给后人看 没关系 因此我们顺着妈妈的意识 以道教的方式办理 后来杨姐陪着我 找安芝妈妈的地方 感谢神的带领 我们找到高雄奇经生命纪念馆的基督教塔位 但那边的管理比较严格 会帮基督徒把关 因此他们会检查骨关上面 是不是有十字架 这时候我紧张了 妈妈是用道教的仪式 骨关上怎么会有十字架 那我们就赶快跟管方说 她有受洗 我们可以拿她的受洗证证证明 但管方人员说 没关系 禁塔那一天如果有牧师在也是可以的 因此 跟杨姐讨论一下 决定在妈妈大体火化后 移到纪念馆 由高雄领娘堂的传道接手 帮妈妈做个追思礼拜 及后续安奉的事宜 但心中能挂念者 希望可以在骨关上刻个十字架 因此跟骨关老板讨论 很奇妙很莫名的 骨关的刻法就这么自然 并且经过家人的同意 就 刻法就由道教的方式 改为基督教的刻法 并在妈妈骨关上刻个小小妹妹的十字架 当妈妈安置地点及骨关的刻法都决定后 收到光圣牧师传来关怀 他表示妈妈告别式当天 他人恰巧也会在高雄 他会参加妈妈追思礼拜的讯息 因此邀请光圣牧师 在这次礼拜上为我们祷告 感谢牧师接受邀请 甚至最后也是由光圣牧师 协助后续安奉助导事宜 真的很感恩 很感谢神的恩典 能有这样圆满的处理方式 中西合并 最终以妈妈的信仰方式 完成她的深厚事 相信妈妈已在基督里 洗了地上的劳苦 回到永恒爱的家 在圆满处理妈妈事情后 听祈老师的杨姐说 她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找不到牧师 可以帮忙追思礼拜 没想到神的赏赐何等奇妙 按祂旨意供应我们的需要 私下一位 私下一子很关怀我们的光圣牧师 协助圆满妈妈的追思礼拜 耶和华 我们的神 是我所依靠的 诗篇第十八篇第六节 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 向我的神呼求 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 我在他面前的呼求 入了他的耳中 感谢神从开始到末了 都有神的恩典与爱充满我们 回想刚四驱妈妈的日子 如果不是神的爱安慰着我 我撑不下去 如果不是神的圣手扶持着我 我无法完成这些事情 虽然妈妈没有机会在这里为神做工 但相信妈妈在天家 会为了追求上帝的荣耀而努力 耶和华祝福满满 是妈妈最喜欢的一首诗歌 也愿耶和华的爱充满大家 祝福大家 谢谢 好我们非常谢谢小三姐妹的见证 那我们现在一起低头 来为她与她的家人来祷告 慈悲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真的要为今天能够 听见这样的一个分享跟见证 来向你献上大大的感恩 主我们听见小三姐妹她的妈妈 很早就开始在志工 主我们相信你的爱 那在那个时候 早就已经在她的心中了 而你也借由她 在志工的这个身份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的爱 就已经借着她 传给许多许多的人 她早已一直在做荣耀你的事情了 主感谢你 感谢你在我们急难的时候 你听见我们的呼求 感谢你在我们痛苦不舒服的时候 你赐下安慰与一致 主在这整个过程的当中 主我们真的看见你奇妙的作为 主啊我们真的也继续要为小三姐妹 和她的家人来向你祷告 愿你放在她心中的那份平安 那份安慰 继续的与她和她的家人同在 因为你是一个那样信实的主 你是一位 宿你吃宿你情 又宿你和她好好 平安 喜怒的兄弟 主我们真的要为 这个见证来向你献上感恩 也恳求你的灵 在接下来的每时每刻 都继续的围绕在小三姐妹 和她的家人当中 让他们时时刻刻都能享受到 从你而来的平安喜乐 谢谢主 导致奉主耶稣的名求 好 接下来我们欢迎新朋友 我现在手边这边没有新朋友的名单 请问有第一次来或者是你久久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吗 超过一个月就算久久了 有没有超过一个月没来的 好 没有那我们现在先简单的跟前后左右 那个问好打声招呼 好 那接下来是消息报告的时间 首先第一点 今天本主日等一下礼拜结束之后 会举行教会年度例行的消防演习 好 那因为是实施消防演习的关系 所以我们爱餐改用青石寿司的方式来提供 那因为你拿寿司拿着你叫好逃命 所以就没有那种公餐的方式 好 那到B1领取 那另外这边报告呢 可能要有一点更改的就是下面一二点是原本是 大家要冲到清真寺去集合 因为要逃命 然后时刻会有围成一圈 然后请代表举手等等这些相关事宜 但是因为考虑到今天是下雨天的关系 天雨入滑 那可能很多长辈可能本来没事跑一跑便有事 所以说呢 可能这个动作就取消了 好 那等一下呢 依然会有所谓的消防警报 好 但是警报过后请大家不要慌张 就待在原地 好 那接下来会有一个误报的动作 好 那再麻烦大家配合 谢谢 好 第二点救灾基金小组就是 这上一周也有报告过就是黎巴嫩请急救助计划已经结案 好 那这个基金主要就是针对8月4号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发生两起那个猛烈爆炸 好 那藉由台湾前线拆毁联合拆毁爱慕小组发起的募款救援行动 然后就是为当地的家庭 因为贝鲁特这个港口是当地非常重要的粮仓 那这一场爆炸之后 他们将近损失了全国85%的粮食 等于是说你有钱你还买不到食物吃的一个状况 好 那所以那个拆毁跟爱慕小组 他们就很紧急的开始进行这个动作 就是把资源送到当地去 好 那第一阶段的5000美元 就是约台币15万元已经募组达成了 好 那那个教会这边的救灾基金 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马上就是有捐助台币5万元 那后来第二阶段是要募款15000美元 好 那就是也感谢会友支持响应救援行动 就是我们整个教会合计总共是奉献174000元 好 那目前这个教会这边的部分就是先结案 但是呢也很邀请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你对这个事情你要继续持续关注的话 也可以继续追踪台湾前线才会跟联合菜船爱慕小组的那个活动 然后继续来为当地的那个救灾行动来尽一份心力 来奉献我们所有的 好 在第三点 108年度下学期奖学金即将要开始申请 那请各位有要申请 也要申请奖学金的人呢 请可以注意就是我们这次有以下几个 林圣蕊长老纪念奖学金 林建良纪念奖学金 顺天堂奖学金 和平教会奖学金 鼓励在学的国中以上同学申请 好 那整个详细申请的资格与办法可以在教会网站 好 就是你们打和平基督长老教会 好 选择台北的不要选择屏东的 好 那个网站表格下载 好 那见证稿需要提供的是Word档 好 那如果你有任何不清楚 或者是你看不懂或不熟悉的部分 可以到办公室找林俊宏干事 好 那个相关资料可以用 也可以email到这上面提供的这个信箱 好 那再来是办公室消息 好 接下来有连续两周都有廉假 10月1号周四的中秋节 及10月10号周六的国庆日 这两天办公室都是休假的 所以当天教会是不会开放的 好 那也因为这个样子 10月1号周四晚间的祷告会 会暂停一次 好 那另外周间共餐 这可能是比较长辈的部分 周间共餐 因为厂商休息 所以10月1号2号两天 没有社区共餐 好 如果说你有阿公阿嬷 是有来参加教会共餐的 请特别提醒他 好 就是那两天不要跑过来 好 这边是没有的状态 没有人的状态 OK 好 好 再来第二点是 为了落实教会设备 使用与管理 事行将所有教室的门上锁 好 那返请以示 先申请使用的会友 使用前向一楼的犯地 凶处借磁卡及钥匙 那使用完毕后 请填写场地检查表 与磁卡钥匙 一并归还 好 这边特别说明一下 就是以往我们六楼 七楼其实是一张磁卡 然后礼拜天是开放的状态 但是从上礼拜开始 大家就会陆续发现说 你要去开门的时候 发现门怎么是上锁的 好 那是因为 现在是个别已经锁上了 所以当你如果你需要 这个使用教室的话 请你事先到办公室那边登记 然后再来就是钥匙 是在一楼范大哥那边的地方 好 那另外可能有一点 可能大家要再麻烦大家 配合一下是说 你借了钥匙之后 你门打开之后 请你就先把 就是如果说你 因为有些人可能 比如说我到借了601教室 但是我还要去602教室搬椅子 所以我就去 我就是连602教室的钥匙也借了 然后结果后来 就因为想说等到结束 所以就601 602教室 一直扣在你那边 但是变成是 原本要使用602教室的人 就找不到钥匙 范大哥那边也没有 好 所以这点请大家 特别配合就是 你就是只留你自己的 那间教室的钥匙 如果说你有 要去旁边借设备 借圣经 你去拿了其他教室的钥匙 请你用完 先直接马上归还到范大哥那边 好 再来 教会二楼教育区的冰箱 已经完成整理 好 那往后需要 暂存制物品 请标示所有人及取走日期 好 就是比如说 我们有些时候 可能买东西 或什么冰棒啊 或者是一些冰的东西 需要临时放在 借用教会冰箱的 好 那现在 呃 请你在放的时候 请你把自己的名字 跟取走日期写在上面 好 因为过去冰箱里面有那种 国宝级的食物在里面 好 那也不知道是谁的 然后放得非常的久远 好 那所以说 为了保持冰箱的清洁 好 请你一定要标上姓名 因为你如果不标上姓名 我们每隔一段时间 会做清理的动作 我们就会把那些 查不到户口的食物 或者是寄放物品处理掉 好 那在第五点是 二零二零和平教会 有重阳敬老活动 时间是十月二十号 周二早上七点五十五分集合 好 那八点十分出发 就是在我们那个 新生南路清真寺 大门口那里 好 那这次去的地方很不错 有三亿木雕博物馆 然后又再找庄用餐 然后还有去 会去大湖酒庄雪霸 国家公园游客中心 好 那我们主要邀请的对象 是七十岁以上的长者 每人脚交两百元 好 那陪伴的人 每人一千元 好 那主要的资格是 参加本会主持审败 长达半年以上的会友 或是有参加和平关怀 这样课程共参的长者 好 所以在座 如果你们有长辈 符合这个资格的 我们非常的 想邀请你来一起共襄盛举 那报名表在一楼招待处索取 那也请报名要快 因为名额有限 只有一百人额满为止 好 那 请注意 特别注意是十月十一号 周日报名截止 好 那想要报名的人 就请洽办公室 好 报告以上 好 接下来请大家起立 我们一起来守望祷告 慈悲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为在这下雨天当中 我们来到这里 向你献上感恩 主 谢谢你 引导我们来到这边 向你献上敬拜 主啊 在面对这个世界 不论是因为疫情 国际局势或战争 所引发的不安 主都愿你将你那份平安 赏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主啊 现在有很多的人 很多的弟兄姐妹 他们因着这份局势 而可能面临不管是经济的状况 家庭的状况 或者是关系的状况上有失落 主啊 就愿你让我们看见 你原先设计在我们内心中的那份美好 让我们也能够敏锐的去看见 需要帮助 需要关怀的人 主啊 我们也将 我们快要到年末了 各个团契 各个肢体 我们也都再次的仰望在主你的手里 愿你亲自来带你 用你的灵 让我们所设计的 所想的 都是在讨论你 都是在思想你 主 我们真的在这边向你祈求 主 我也将在场每一个人 每一位弟兄姐妹 心中那份担忧 心中那份挂虑 来摆在你的面前 求你听见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 来帮助我们来看见你 在每一件事后那美好的旨意 谢谢主 导致奉主耶稣的名求 好 请大家坐下 因为防疫期间我们要录影存留 好 接下来我们奉献 请让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 新圣诗382首 前程奉献我全身 中心 对吗 快乐 小吉封 那照相 书 опять 沈� 寺 当何 献给你 奉奉为祝福尝尽 祝你 新的街 爱你 向我这世界 既我离弃自己 永永远也属于你 我都会回应 奉献是基督徒感谢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 出于甘心乐意的人将经历他丰富的赏赐 奉献箱放置于三楼和一楼的接待处 那如果有需要行动支付APP的资讯 也在奉献箱旁 好 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 今天记载的圣经在 《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三十六到四十节 以及《哥罗西书》第四章十到十一节 过了些日子 保罗对巴拿巴说 让我们回到从前宣扬主道的各城 看看弟兄们的情况如何 巴拿巴有意要带称为马可的约翰彤去 但保罗认为不宜带他去 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 不和他们一起工作 于是两人起了争执 甚至彼此分手 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 保罗则拣选了希拉也出发了 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典中 接下来是《哥罗西书》第四章十到十一节 与我一同坐牢的雅里达古问候你们 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候你们 关于他 你们已经得到指示 他若到你们那里 你们要接待他 称为尤士都的耶稣也问候你们 奉歌里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 是为上帝的国与我做同工的 也是使我心里得安慰的 圣经到这边 愿上帝保守听他的话又去行的人 今天讲到的题目是 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们请苏贞穆斯 请苏贞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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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没有 OK OK 好 今天的题目呢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不知道你们有想到什么 其实如果我唱出这首歌 你们大概知道我的年代 有一首歌叫 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 为什么要唱这首呢 因为跟我们今天的经文非常有关系 好 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经文 首先你会看到 有大事发生了 大事情发生了 什么事呢 好 吵架 好 你有没有看过基督教会的历史书 我记得我那时候刚进神学院的时候 然后神学院其实有一堂课 叫做教会历史 在那个历史的过程 读历史书的过程 我觉得 哇 天哪 教会好像也没读好嘛 真的耶 你从以前初代教会 然后到现在的教会 然后这当中有多少次的分裂 至少有两次很大的分裂 初代教会 首先分成什么 大公教会 东正教会 然后1517年又分裂了一次 就是从那个天主教 跟那个所谓现在的新教 我们就是新教的部分 你会看见 天哪 教会好像就是人的世界嘛 好 那个时间好像离我们有点远 让我把时间走拉近一点 想想看我们周边 我们的教会 你是不是也曾经听过 有关于教会当中的分争 包括我们的教会 我们想想看 我们想想看 然后你再想想看 这些的分争 对于我们而言 是什么样的感触 你会不会觉得 欸 教会 不是应该大家都非常和谐 和和气气的弟兄姐妹 遥远 彼此相爱吗 然后你就觉得哇这个人好绅士 这个人好淑女哦 为了一些的事情 整个的面貌都不一样了 而且有的时候那一些的不同的点 其实是非常小非常小的点 所以当你看到今天的经文 然后再想到我们自己本身 或是我们自己的教会 你可能会觉得拍拍胸腹 幸好幸好 我们只是小咖 我们这些小咖的吵架 小吵小闹没关系 你看嘛 一两千年前 你看初代教会的那个建立教会的使徒们 圣徒们 他们也是会吵架啊 所以对我们来讲 以后呢有什么吵架事情 安娜安娜不要大惊小赖 没事 是这样吗 真的是如此吗 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经文 我真的觉得路加是一个很实在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历史学家 所以他很详尽的把这一件事情 在教会里面发生的这种使徒吵架的事情 详实的记载下来 他记载下来有什么用意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 首先我们从我们的经文 我们会看到 这里面有一些的背景 我们必须要做一些的了解 好 这一个吵架的发生的 那个领导者或者是应该不要讲领导者 应该说吵架发生的原因的那个使作用者 叫做约翰马克 好他是巴拿巴的表弟 然后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说 他在第一次保罗他们开始组团要去传福音的过程 加入了这个旅行的传道 但是呢 后来因为一些的原因离开了 于是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经文提到了 保罗跟马可 跟那个巴拿巴 他们要进行第二次的旅行的传道了 但是在这个时刻 保罗他严格的拒绝 如果马可的话 不要让他进来 好 于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很想要让我们知道一件事 就是吵架一定有原因嘛 到底是什么情况 会让这个马可离开 导致于巴拿巴跟保罗他们会吵架 这个人 他写了这本书 圣保罗 这一位旅行者跟罗马的公民 这本书很久了 当然是一九三几年的书 很久的书 但是我觉得 他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的思考 他在这本书里面 他有提到 他说这个想法有可能是这样 有可能是保罗巴拿巴 还有马可 他们其实在我们的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一到三节的记载里面 他们一起在叙利亚的这个安提阿教会 接受拆派 然后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的传道的旅程 然后呢 我们看到我们的地图里面 他们从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这里 然后就坐着船到了撒拉米的地方的时候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呢 其实在这个时候保罗已经很不舒服了 很累了 然后又接下去之后 他们要到别家这个地方 哇糟糕 保罗生病了 他生的病是瘧疾 我不知道瘧疾好像在台湾已经好绝肌了 但是呢 瘧疾如果生了这个病的人会怎样 一下子冷 一下子热 然后很不舒服 所以呢 保罗他就决定 好 那我们就不要在别家这个地方 不要在这边停留 我们就直接上高处去 好 这个是一个差不多 海拔3600尺左右的一个 好 一个安提阿 同样叫安提阿 这个叫 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在那边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 他在那个地方 因为比较高处 然后空气比较清爽一些 接下去呢 那个地方同样的 也有很多的犹太人 我们知道初代的教会 他其实该开始传福音的时候 是先从犹太人传起 所以他们同样在这个地方 他们打算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好好的停留一段时间 接下去我们可以在这里 能够也一起来传福音 然后也让保罗的身体 能够得到一些的修养 好 这样感觉很不错啊 但是很奇怪的是 很有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 导致于马可他可能有点不满 他可能也是那种按照时间走 然后按照计划来走的人 这是我们的传测 于是他可能心怀不满 不高兴 然后再加上 哇要上这个高山的地方 不是高山 就是比较像丘陵高地的 这个路程 很崎岖难走 所以呢 他就打了退堂鼓 他决定 我要回去 耶路撒冷 他回了耶路撒冷之后 然后这个地方 他就回去 第二次的时候 当他要第二次要加入这团队 然后就因为这样的一个 一个历史的 可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导致于保罗他拒绝他加入 如果你在从那本书里面 这一位作者他其实他有提到 如果你在从圣经 跟这样的一个情况 做一个对比会发现 其实刚才我们所看的 保罗呢 他们在这个安提阿 叙利亚的安提阿 跟这一个安提阿 这个比迪 比迪里亚的这样的一个 的那个安提阿 比迪里亚的那个安提阿 同样都是同样一位的 一个皇帝 然后把他设立这个名字 因为要纪念他的父亲 然后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 他说 如果你在回到圣经里面去看 当保罗他写信给 加拉太教会的时候 他在四章十三节里面 有提到一点 他说 跟那个加拉太教会的会友们 讲这样子 他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的时候 是因为身体有疾病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的 这个地方的安提阿 其实他是属于加拉太神 所以你就发现 这一位考古学家 他的这样的一个言论 或是他的意测 其实是有他的道理的存在 但是确实就是这个原因导致马可离开吗 不一定 好 所以我们要来看第二个原因的部分 第二个原因 在我们的 回到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在 使徒前传十五章 如果你看使徒前传的话 使徒行传的话 你会发现 十五章其实他分成两个很大的段落 第一段落是第一节到三十五节 这里面在提到的就是 耶路撒冷的会议 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 会议当中所有的会友 所有的人决定一件事 当有外邦的人加入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就不会要求他们像犹太人一样 要做什么 要受割离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事件 也因为这样子能够让整个的福音的流传 这传播能够更加的顺利 好 这样的一个会议 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后 彼得呢 他其实也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他到加拉太教会 跟当地的一些的会友聚餐 然后呢 我们知道前面所讲的 加拉太教会的里面 其实有很多 也是有外邦人加入 彼得很可惜的一件事 当他知道 有从耶路撒冷教会来 而且呢 是打算怎么样 是带着那种 很强力的要求说 每一个加入 教会的人都必须要受割离的这样的一个主张的人的影响 他们怕说 如果这些人来了 看到我彼得跟一些其他的没有受到割离的这些的外邦人一起用餐 可能会影响我的一些的生育之类的 于是 彼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就退帮 不跟这些外邦的信徒一起吃饭 保罗他看到这种情况 他非常的不能接受 他觉得 这个不是我们在会议当中 我们所做出的共同的决策吗 为什么你到了现在 你看到有人可能会不能接受你的作为 你就失去了你自己的原则 你就忘记了 其实福音是要去传给人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做了这样的动作 你不但伤害了外邦信徒的心 你自己的立场也站不住了 所以保罗他就站出来 严厉的指责彼得 我们知道在那个当时候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门徒 一些的 一些的跟着 在传福音的一些的圣徒们 也在这其中 巴拿巴是其中之一 所以如果我们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经文来读的话 很有可能 巴拿巴跟保罗 在那个彼得被保罗直接指责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一些的嫌隙在其中了 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 很不幸的 哇又发生了 保罗他拒绝 好 让马可加入第二次的宣道的这样的一个旅程 那种整个的背后跟前因后果加起来 于是他们就吵了吵了起来 起了很大的争执 这样的一个争执 其实如果我们看我们的合合本 好我们的合合本写得很轻 就好像轻描淡写 就说他们就起了争执 但是如果你从原文切下去 你会知道 这个争执是非常剧烈的 好这个原文里面 现代中文我觉得他翻译得很好 所以你们或许也可以找现在中文译本来看 他写怎么样 他说他们两人为了这件事 剧烈的争执 然后这个原文的意思哦 他的争执是有那种 猛爆性的爆发出来的意思 所以你会知道 在当时候 可能他们吵架的样子也不太好看 不是那种 我们是在对话 我们在沟通 可能已经有很大的 很强烈的那些情绪带进去了 好 我们看到了这些事情发展支持 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眼光 放回让使徒们分裂的罪魁祸首的身上 究竟这一个马可 他的希伯来文 约翰的这一个人 他是何德何能能够让这两个使徒 建立教会当中非常有分量的这样的一个使徒 在那边分裂呢 好 首先我们知道的是 这个人 他的希伯来文的名字叫约翰 然后呢 他的希腊文的名字叫马可 然后呢 各自有不同的意识 一个是神的恩赐 一个是有礼貌的 哇 有礼貌的 而且是神所恩赐的人 也会引起分裂 好 接下去我们看见 他的家庭 他的信仰的背景应该是相当的浓厚 所以你看见 我们看到的圣经里面 马可福音十四章十二到十六节提到 他是一个他是来自耶路撒冷 然后呢 我们如果继续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三到十四 或者是十二章的第二节 你会看到他的妈妈 一样也叫玛丽亚 他的妈妈也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信徒 所以很有可能你从他的家庭背景 你会知道一件事 这个年轻人 他其实他的母亲 有留给他非常坚定 而且是非常正统 很友善的 很愿意分享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传统 好 然后如果这样子我们再接下去看到 他周边的人不是只有他妈妈给他有好的影响 包括巴拿巴 他的表哥 也是带给他非常大的这些灵响 然后呢 我们在谈久一点远一点的 很有可能 彼得是带领他信主的 所以我们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里面看到 彼得称呼他是 马克是我的儿子 这个儿子不是那种肉身的儿子 是属于那种属灵方面的这样子 你看到这样子 他的整个身份背景之后 你会觉得 好像应该被打一百分的人 结果他也是怎么样 让整个教会进入在那个分乱 他被上帝耶稣的光 大光光照之后 然后他决定整个悔改 然后要信耶稣 然后要加入在这个团体里面的时候 所有的人是怎样 拒绝他的 只有谁 巴拿巴 愿意接纳他 好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保罗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为了传主的福音 不辞劳苦 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他的这两位让我们觉得 根本就是那个信仰上的那种很美好的典范 他们也会吵架 所以你会从这里面看到个很重要一点 没有人是完人 各位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的信仰从小到现在 或者是你的接触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人是你觉得 哇 他的所作所为 就是我应该要去学习的信仰的典范 有没有这样的人 可能有 但是你可能有机会 或者是你也已经遇到 你可能会有机会遇到 啊 为什么 这个让我觉得 应该成为我的 很好的学习的典范的人 他也会做出这样的事 所以你会看见了 一个很重要的事 除了上帝以外 没有人是完整的 没有人是完美的 没有人是完全没有办法 不会让自己堕落在做错事的情况 因为没有人是完人 然后接下去你也会看到很重要的一件事 巴拉巴跟扫罗他们在吵架 保罗在吵架 但是他们的吵架的原因跟真理有关吗 没有耶 有提到耶稣被钉十字架 然后他到底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身体是幻影呢 还是实际的呢 有提到说 到底怎么样 才能够让我们真正得救 是除了割礼之外 还要再加上什么的 才能够得救吗 没有 这些真理性的问题 不是他们争吵的范围 他们的争吵的范围 就是在我们刚才所申诉的 所想过的那两个原因 因为人 就是智慧因为人的关系 因为人的想法 人的角度立场不一样 于是吵架分裂 所以你会看见有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也可以放到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跟人家的吵架 吵到后来 哇 老死不相往来 但是那些的吵架的原因 真的很重要吗 接下去我们会看见 他们两个人的分手 不是因为他们成了 老死不相往来的仇敌 反而你看见 虽然是分手了 分裂了 但是却是让福音更加广传 因为本来是一个团队 分裂了之后变成两个团队 各自往不同的地方 去做更好 更快 更多管放范围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传播 所以很奇怪 有很多时候 上帝真的会让那种不好的事情 反而转换 变成我们看 日后我们所看觉得 哇 上帝真的好奇妙的行为 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 这两位属灵的前辈他们给我们的提醒之后 我们再把马克拉出来 我要请你们做一件事 把你自己现在当成你就是那个马克 假如你被一个你把他当成是你应该学习的一个信仰前辈给否定了 你会怎么样 就像这一位约翰 马克一样 从此一蹶不振吗 似乎没有 似乎没有 宣教的这个思考 但是巴拿巴给马克再一次的机会 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他可以重新在他的失败里面 重新做检讨 重新把自己的行为态度 做一些的调整 我觉得应该要这样讲 巴拿巴他应该是 真的是可以这么讲 他是马克他成长的生命当中 一个很关键的人物 他做了什么的事情 他容许让马克这位年轻的传道人 他可以失败 而不是只有在那边指责 你怎么可以这样这样 而且呢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耐心鼓励陪伴 让马克再次站起来 好 如果你这样讲的话 你就觉得 那这样的话 保罗实在应该要大大的谴责一番 怎么可以这样子 差一点就把一个年轻的 有潜力的这样的一个年轻的生命 给他抹消了 我觉得也未必 你如果从保罗的生命 他的立场来看 我会发现如果我们是保罗的话 有一个同工中途退出了宣教的行列 这样的一个宣教行列传道事工会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保罗他的责责和拒绝有他的道理的存在 当然我们也不可 不可否认的是 或许他的责备跟拒绝带给马可很大的伤害也不一定 但是也因为他的拒绝 他的责备 他的严格 让马可在第二次的机会当中 他能够记取这样的一个教导 所有弟兄姐妹 你的学校老师对待你 或者是你的工厂 在你的读书 或者是你工作的环境里面 你的长辈 你的上司是怎么样要求你 可能你会觉得 有时候被骂得很烦很生气 但是如果我们从保罗跟马可的关系来看的话 严格的要求有严格要求的好处 因为他会调整我们很多 我们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马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 在巴拿巴的劝慰之下 重新站起 然后他在保罗他的这一些严格的教导里面 他重新调整他的服事的态度 然后我们会看到 这样的一个马可 再次的成为一个被肯定的一个对象 如果你看你的经文的话 这是我们今天读的第二段的经文 哥罗西书四章十节到十一节 这段的经文里面有提到三个人 一个是亚里达古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之一 巴拿巴的表弟马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别号 叫做有士都的耶稣 这个耶稣有可能就是耶稣的同音 但是因为翻译的关系 所以他把它改成耶稣 然后他的别号为了做一个称别 一个分别所以把它称为有士都 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也看到 有这样的一个原因的存在 保罗他说请把这三个人找来 因为在犹太人的信徒当中 只有这三个人为了上帝国的工作 跟我一起同工 而且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我相信如果马可看到 他知道了保罗这样子称呼他 他自己心里一定也很受激励 好 这是马可他的经验 然后也因为他的被接纳 所以在历史上我们看见 他确实做了很多让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些的过程 我们知道他后来也是到外邦去宣教 所以我们看到亚历山大这个地方建立了教会 马可建立的 然后呢在后期的时候他为了传福音被外邦人打到半死 丢到地牢去 最后传说是被火火火烧死 但是他的看见 他给我们看到的是上帝不会只记取这个人的失败 所以神在他的身边兴起很多的人 包括巴拿巴 巴拿巴的温柔 看顾 鼓励 使他能够再一次的得以站立 保罗 严格的要求 帮助马可 调整自己的服侍态度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在服侍 这句话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或许有时候你会觉得 哎呦这样子就好 为什么要这么严格 严格有严格的重点 有一个宣教士 吴威廉 他是 如果你有去那个像淡水 淡江高中 真理大学 有很多的建筑物是这位吴威廉牧师 他去设计的 他的太太 可以说是台湾教会的音乐之母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在音乐上面 没有所谓大乐这件事 意思是什么 不是尊鬼就好 这样子就可以 好同理可证哦 这是音乐上面的其他的事呢 我相信吴威廉 好牧师 他在设计教师会馆 姑娘楼的时候 他的每一个角度 一定也都要很精准 因为他这样建造出来的房子 才能够长久 好 所以我们看到哦 九二亿地震过去了 还有一些的情况 这两个楼到现在 仍然坚立不搖 同样 从马可的身上 我们会看见 我们会看见 这些曾经的失败 成为他再一次进步的动力 然后 也因为人们愿意 人们愿意给他机会 所以他再次站立起来 上帝也是如此 在信仰的追求当中 你有没有觉得 好像我从来没有摸到上帝过 在跟人的同工 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 或者是立场的不同当中 你是不是有曾经觉得 算了不如归去 这个地方不是我在边服侍的地方 走了走了走了 或是 在服侍的道路上 你觉得越做越空 是啊 我很认真做 大家也都很赞美我 但是我觉得我所做的 好像跟神他所要的 好像没有连上线 于是我们就想 是不是算了 反正就这样子而已 或者是以后就 越来越来越冷漠的对待 你应该要去思考的问题 各位弟兄姐妹 再一次的请我们来想 这位原名约翰德马可 上帝在他的失败当中 让他重新站立 运用了不同的事件 让他从这些的挫败经验里面 有所学习 接下去 上帝兴起他 他在外邦的这样的一个传道的过程里面 最后 尽忠到死 上帝竟然可以这样子对待 兴起马可 难道 他不能借着他手中的奇妙的这样的一个策划 作为 也重新的兴起我们吗 马可的灵性重新复苏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也要好好的来重新的思考 神啊 我是不是有很多的时刻 我的做法 我的想法 其实我少了你的教导 我的做法甚至已经完全离弃你了 或许我是非常的敬重上帝 但是我的心其实并不想要跟着上帝的路走 若是如此 真的要赶快回转 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 上帝确实给我们机会 当我们回转归向他 他就会给我们再次的兴起 所以用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成为今天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提醒 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一起来 如果我们向上帝认罪 他是信实公义的 他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所犯的各种过错 一起来祷告 向上帝我们将我们的 祷告交托在你的手里 愿神你亲自的垂听 建纳我们的心思意念 愿神让我们在我们察觉到自己有不对 有为难 甚至是有的时候 想要就此放弃不管的情况 求神怜悯赦免我们这一些的 很不是受到神你所喜悦的想法 也愿我们在我们的失败当中 我们也深深地体会到 神啊你因为爱我们 所以愿意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我们将祷告感谢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 那我们请大家起立 我们一起用回忆诗 就是刚刚牧师一开始讲到 提到的再给我一次一个机会 这首歌 来当做今天整个礼拜的回应 再给我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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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是我失去今天 再给我一个机会 不要是我失去今天 再给我一个机会 不要是我失去今天 再给我一个机会 不要失火 为何烈烈 主啊 赦免我 赦免我 无知的过去 主啊 接受我 受我 破碎的心灵 再给我一个机会 不要失火 失去今天 再给我一个机会 不要失火 为何烈烈 再给我一个机会 不要失火 不要失火 为何烈烈 再给我一个机会 不要失火 为何烈烈 升 Thiой 下 enough 尽能 作出 最大的 缘 oses 再给我一个机会 不要使我失去今天 给我一个机会 不要使我会很连连 一起爱领受祝福 亲爱的主耶稣 求祢让我们能够学习把握当下 不要让我们悔恨连连 也在祢给我们的再一次的机会当中 我们深深体会 上帝祢要重新兴起我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上自己的仁爱 还有圣神上帝的全能相通 与我们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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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礼拜到这边 那如果有需要 可以到前面来 有牧师和长老来为你祷告 祝你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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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祷告